然后后来就大概聊了两三周 然后就说打个视频吧 然后我从跟他开始打第一次视频 就从来没有化过妆 就是你不管多邋遢 多就是多丑 他好像眼里都感觉好像很喜欢的那种样子 可可刚才很完整地分享了他之前的试炼故事 他谈了一个五六年的时间 然后一国那么久 我是觉得可可他内心是有觉得遗憾的点存在 对他说他非常好 这就是因为他自己很理性地很清楚地知道 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我 他本身出国这个决定 其实就已经挺不一样的 一个是国内发展 一个是国外发展 因为这两条线的发展 未来的动线可能是越差越大的 工作文化各方面 这个从出发点来说就已经差得很远 但其实我觉得对人生目标不一样的两个人 如果有好的沟通和互相理解 也是有可能组成非常幸福的伴侣和家庭的 两个人在一起越久 他又有可能会觉得沟通不了 原因是他会太自信地认为自己了解自己伴侣的一切 所以我的tips就是永远不要认为你完全了解你的伴侣 你要对你的伴侣始终保持一种真诚的兴趣和好奇心 最怕就是那种 我想也知道你会怎么说 我想也知道你会怎么认为 对 那就没有必要沟通了 是 这是他提到了他们立国恋的时候的故事 当然最后好像分开的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人生步调不一致 他们的开始是网恋 本来就没有那么深入的 可是网恋我觉得很深入 有时候你没有见到这个人 你反而好像可以更跟这个人诉说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阵子很流行交网友 技术还是蛮大的 有一阵子很流行 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大家都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生活圈都比较没有拓展 天哪 我是不是特别古板了 我就老觉得这特别不靠谱 我更崇尚人和人之间的真实的接触 反正把它做一个起点是挺好的 但就是谈着谈着最后还是要回到现实 回到生活中来 而且建议就是说提前在网络上就去处理现实问题 而不是把所有的一切留到两个人 回到现实中的时候 可可刚才提到了一点 她说我从来跟她视频都不化妆 跟一个人视频从来不化妆 是很特别的一个对待吗 比如说像我们女孩子 如果说你很好看 然后你很光鲜的时候 这个人喜欢你 你觉得是那她喜欢我是正常的 因为是喜欢我好的地方 但可能这个人见过了你很丑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个抱痘痘的时候 然后我的几个女朋友 天天的时候你最美的 你对自己有信心那种 然后我觉得她们是真的非常的爱我 所以我会觉得是踏实的 我有一个朋友 说交女朋友从谈恋爱到分手 没见过那女朋友素颜的样子 我觉得这也很悲哀 那她睡觉是顶着妆睡吗 不是就男朋友睡了 然后她在卸妆睡 然后男朋友还没起 先起来化妆 好累啊 我觉得这个也很悲哀吧 而且男生不会说喜欢一个美颜相机 天天在我旁边 男生如果喜欢一个女生 一定会想要看她素颜 大概是什么样子 大概是什么样子 怎么素颜还能看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男生有这种好奇心 想要看看我喜欢的人 真实的样子长什么样子 对 就是我不喜欢你的妆容 我是喜欢你真实的样子